向内求去找你想要的答案 你需要禅定的力量 当一个人面临着很大的困惑时 往往人疑惑的一切只要静下来 答案就会在心中显现 人生本来就是觉察自我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 认识自我是从觉察自己开始的 觉察自己的感受 情绪 观念 需求 生命力 禅定就是一种让自己定下来觉察自己的方法 因为人会迷失心性看不清楚问题本质 往往因为聚焦在外部的刺激 因此人只要开悟明星见性 然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六组会能早已告诫我们对外不要执着 对内要停止内好 佛说你们总是找不到答案 因为你们向外求往外看 总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 其实只要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的内心 答案就会浮现 我们继续阅读谈经做产品 第五核为做产 外一项为产 内不乱为定 外产内定 是为产定 会能说在一切上恶境界中 只要内心不起念 就是做产 然后问题的答案自现 就会让你的